美沃地产与你相约 大家好 我是Bella 在本次视频开始前 我们要提醒您 现在添加美沃之业的微信 即可获得新州建筑协会授权的 最终检查清单一份 好的 那新南威尔士州有不同的地方 适用新冠病毒的封锁 热点或者是行动限制 也有不同的付款期限 那么您所在的地区 是否是新南威尔士州所认可的呢 以下三点是公认的 收到新冠病毒影响的 新南威尔士州各个地点 它们分别是 2021年6月的悉尼部分地区 2021年6月起的大悉尼地区 以及从2021年7月18日起 新南威尔士州的所有其他地区 对于悉尼部分地区的关键日期 我们为您放在这里 共您对照 这些呢 也是悉尼部分地区相关时期的 关键日期 即使您在相关期间 只有一天符合资格 您也可以获得它 当您提出索赔时 您将在每个新周期开始后的 七天内收到定期付款 对于大悉尼地区的关键日期 我们为您放在这里 供您对照 对于大悉尼地区 您还必须满足以下规则 您居住或者是工作于 英联邦宣布的新冠病毒热点 该热点受限于限制行动令的约束 由于您处在新冠病毒热点 并且行动受限 因此您无法获得8小时 或者更长时间 或者是一整天工作的正常收入 最后是新南威尔士州 所有其他地区的关键日期 如果您没有获得 新冠病毒的灾难补助金 并且满足下面的条件 您可以从2021年8月22日起提出索赔 如果您位于西南威尔士州的偏远地区 并且该地区自2021年8月15日起 被宣布为热点 您在2021年8月15日或者之后失去了收入 这些地点取决于您居住工作 或者访问的地方政府区域 您可以在 新南威尔士州的政府网站上 查看适用于您的LGA 如果您在相关时期访问过悉尼 然后因此受到了限制行动令的约束 您也可能符合资格 如果您住在 新南威尔士州的其他地区 您可能有资格 从2021年的7月18日起获得付款 您只能为这些事件之一提出索赔 如果您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不止一项 则需要决定哪一项最适合您 对于已经提交索赔的朋友 如果您的情况没有变化 并且您已经就以下一任情况提出了索赔 则您无需再次提交索赔 这里包括了 2021年7月15日起悉尼的部分地区 从2021年7月18日起 大悉尼和新南威尔士州的所有其他地区 以及在每个新周期开始后的7天内 您的账户会收到定期付款 除非超过7天 否则您不再需要打电话检查 或者是确认您的付款 对于在热点地区生活的朋友们 这些有帮助到您吗 欢迎您在留言区和我们交流您的看法 同时如果您对投资优质的房产感兴趣 欢迎您通过登陆美沃之夜的官方网站 或者加入我们的微信 找到我们了解最新的资讯 也可以通过咨询您身边的美沃之夜顾问 了解多种优质房源项目的详情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号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